大家看一下 有种卖门场 在那旁边 这个路口 一辆车交卖子都没有 在那门口就有一辆 每年这个时候 是收卖子 最好的季节 每天都有 差不多一百辆车 我这里来交卖子 看一下今年 卖子也卖不上价钱 有好多老百姓 叫这个卖子都放在家里面了 都说这个卖子要涨价 要涨到 二十多块钱一斤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老百姓把卖子 全部都放在家里面了 这个薛荣面粉厂啊 在县城里面是最大的面粉厂 每年 都有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收卖子都要排队 从早上到晚上十二点钟差不多 都来这里排队 看那样你看这路边 路边根本都没有吃路边 都连一辆车都没有 三天两天呢才能看到一辆车 你看在这里几乎都没有吃 每年就是这样 都今年 生意不好做 这个薛荣面粉厂啊 生意更难做 一辆车都没有 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就了就有一辆车来交卖子